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星铁1.4 风批美人静流的培养攻略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静流的定位 它是一个兵系毁灭角色 是一个主C 主要的收拾手段 是依靠它的战绩和大招 也说望的层数 来达到转破的状态 不是转魂了 转破进入转破状态之后 它会跃到这个天上 进行连续斩击 一看就非常的疯 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你还比较缺主C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抽一下静流的 可以说静流是继任和隐阅之后 又一个仙舟大C 离阅3C之后 现在又出了仙舟3C 这三个里边 但凡有两个通关混沌回忆时层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估计有一些朋友 看前瞻直播的时候 迷你无礼的 什么转破呀 什么说望呀 这些东西我都听不懂 其实大家也不用想那么多 可以直接把静流想象成罗刹 罗刹放一个小技能 给自己叠一个被动 放一个大招 又给自己叠一个被动 两层被动出来之后 罗刹就放了出来结界 静流在叠两层被动之后 不会释放结界 它会进入另外一种形态 也就是疯了 静流这种疯了的状态之后 立即行动100% 静流的攻击将会变成扩散伤害 并且大幅度提高自己的暴击率 而且会消耗对手的生命值 给自己加攻击力 可以说静流是有一定的自拐能力的 静流强化状态之后 每释放一次强化普攻 就会消耗一层被动 乘数消耗完之后 就需要重新续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静流的光追选择 首先的话肯定是它自己的专属光追 以身为剑 既加爆伤 又有减防 完美的适配静流 除了此身为剑之外 其他的光追就是半斤八两 比如说黑大商店的地位星辰的陨落 或者是阿兰的秘密是新 有啥用啥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静流的仪器选择 那圈的话其实争议不大 反行竞技场就可以了 主要是外圈 有人说静流是兵器的 当然带冰套了 可是那冰套啊 但凡有一点用啊 也不是有一点用的没有 你说那是兵本吗 那明明就是封本 而且现在谁用封套啊 任用封套吗 任也不用封套啊 所以说这个本子得真的懂 还有一个就是弹杖子套 你别说 只要这个怪身上有弱点就可以用 再者就是 你也不用杀弹子套了 你得把馅儿搭过来也可以啊 馅儿 你怎么死了 具体首先的话呢 就是报商衣 速度鞋 冰商桥 攻击省 或者是充能省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优先选择报商衣 因为我们知道 净流啊 进入转破状态之后 可以给自己增加高额的暴击率 但是呢 我们肯定呢 是要凑够 反应竞技场它的被动码 所以说呢 只要你的机器的小丝条里边 凑够十几二十的暴击 基本上就够了 而且呢 反应竞技场本身它还加暴击 那么衣服的话 肯定还是选择报商 伤害会更高一点 最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它的配对了 首先啊 我觉得最完美的队友 保生存的话 罗刹肯定是最优质 为啥呢 那个不用说为啥了 记得框框的飞队友解 罗刹灵欲一开 你废是吧 我家 辅助的话呢 肯定第一个选择啊 博尔尼 博尔尼尼尼 首先就是拉条 可以让净牛呢 更快地进入封批状态 我们知道这个净牛的话 本身的攻击力 加的已经够多了 攻击力加的太多 它会稀释 所以说像博罗尼亚这种直接增伤等 就会好一点 然后就是停匀了 既能加攻击又能充等 也是一个万金油角色 还有就是佩拉 它可以给兵系角色加攻击 佩拉的大招是给对方减抗 也可以增加镜流的伤害 大家可以在这三个里边选两个 或者选一个 再塞个人进去 镜流的烧血也是可以触发人的天赋的 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如果说你是博罗尼亚 你到底是拉镜流呢 还是拉刃呢 我这就代表著成者的意志 把枪戳进你的鼻孔 还有一个办法 你可以先佩拉吧 直接减抗啊 谁都不付出 OK以上呢 就是我们有关于镜流的一个培养攻略了 总结一下啊 镜流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省战绩点 而且有一定滋拐能力 且真空机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如果说恰好你现在比较缺主随 且镜流非常符合你的插体的话 还是完全可以抽取一下的 最后呢 就祝啊 每一个点赞观众的朋友 都能一发入魂 十连双簧 镜流专属光追 通通拿到手